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用我们的这个模板来做一个新产品的定价单页 这个模板的结构呢特别简单,一个文件夹和一个文件 好,我们先把它打开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教程的模板 那么最上面就是顶部呢是我们一个教程的名字或者是网站的名字 也就是产品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产品的主图 这一块呢是一个价格的说明和一个倒计时的促销 另外这儿还有一个抢购的描述 好,接下来呢就是全部是产品的图片 图片说明 中间空的这一块呢是一个留了一个订单系统的位置 一户代码里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中间这个订单系统完了之后呢还是接下来继续图片 好,到了下面这有一个联系方式和一个第二个订单系统 底下呢这还有我们那个开户商 开户商给的那个资质的那个版权 最底下呢是三个按钮 好,应该说这个结构是特别简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你也可以用那个记事本来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代码就可以了 好,为了简单呢就是我们这儿把那个需要我们自己改的地方都做了个注释 就是说网页中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都做了注释 一共呢有17个地方需要改 看着是挺多的,其实都特别简单 很快就能改完 好,我们一向一向来看吧 我先说一下那个目标的网页啊 我们呢找的产品呢 假如说是这个这个那个车载的呃,吸尘器是一个二雷二雷二雷电商的产品 好,我们就是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这个呃网页,然后做成了一个单页 好,我们看代码,我们直接从一开始一直改到17这个网页 其实这个单页已经做完了 好,第一项呢这是要修改我们的网站的名称,也就是产品的名字 好,我们把产品的名字看一下 它是车载吸尘器 好,我们就叫就这一块 假如说是我们产品的名字 好,我们就把它复制,然后修改 好,第一项我们看第二个 找到第二,然后这呢还是产品的名字 好,再暂停一次 好了,这个地方要修改主图 那么我们就要去网页里找一个主图 主图呢,你最好用台湾现成的啊,自己找一个 比方说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我看这,其实这个呢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选一个吧,选上面这个吧 好,上面这个 简单的我们稍微放大一点,然后结个图过去 好,做成了一个主图 注意一下,图上如果有不合适的信息或者是那个 什么水印什么的,要自己想办法去掉 我们呢,保存的地方呢,就是imagine的 我们可以在代码里看,刚才看到了啊 我们这个改一下格式,改成那个JPG啊 我们这个改一下格式,改成那个JPG啊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图图的名称叫 H1,就是这个图,我们把它覆盖就可以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H1啊 H1就把这个图覆盖就行了 好,第三项就改完了 好,看第四项 这是修改价格,一直到第七项呢 都是价格相关的 那么你把你的定价和那个折扣原价乱七八糟的填好就行了 这就不多说了,就是几个数字你算好 然后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 好,第八项更简单 就是购买人数,你这改也可以 不改也可以,反正就是 一个样子啊 几万的购买人数 好,第八项你就改好了 第九项,第九项要说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描述 产品的描述或者是一个抢购呀 促销的那个活动信息 文字版的,文字版的这样处理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这有一个活动信息 我们要把它来打成文字 比方说,比方说这里如果有合适的促销信息 那么它打成文字,然后粘贴到这 这个地方需要说的两个点 一个呢是这个BR,有一个标签 另一个呢有个4棒 4棒,这个把它一个 也是一个标签 然后这个BR是啥意思呢?BR就是回车 就是说,这个文字想习到这里 这他要回车 我们看一下那个原文字 那个,也可以 我们看到了这是 它是叫做回车的,对吧 那么我们如果把BR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我们CAD全套 不超所知的CAD 好,我就假如说这个地方我想回车一下 好吧,它移到这儿,然后刷新一下 那它就是这儿回车了 也就是说币R是个回车幅 回车换航的幅 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个用起来比较简单 哪儿回车,哪儿加一个就可以 好,这还有个死邦 死邦呢,是高亮的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死邦里面的这个数字 或者文字呢 它是高亮显示的 高亮显示的就是这个作用 好,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要把这个感谢由你给它高亮一下 那我们就打一个spa 好,达到这个地方 结束有一个斜杠 结束比开始多一个斜杠 大家注意一下 我把它包起来了 好,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好了,它就高亮显示了 就这个 就这个作用 然后就是你把文字 合适的文字或者是文案 复制到这儿 然后改一下 回车和高亮就可以了 好,第九项我们已经改完了 好,最重要的呢 就是第十项 也是最费时间的 那么我们就要替换这些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上 按照1一直拍下来22个图片 先不看这儿的一个订单系统 这是订单系统的代码 我们就是从1一直拍到了22个图片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原网页 找到这些图片把它替换掉 好,我们打开 缩小一点 好,我们比如说就要从这张图片开始 那么我们右键 图片里存为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又是存在一个问题 你不知道这些图片 它是从哪儿揭开的 因为这可能是 也是20多张 10多张图片 但是呢 你不知道它分割线在哪儿 我们这儿呢 就一个小技巧 另一种方法呢 就直接截图 往下截图就可以 截图的时候也要注意 要那个对的特别准 我们就主要说一下 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说 要把它单例提出来 我们在360浏览器里压一下F12 好,F12这儿点下这个箭头 定位到我们的这个元素 第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上拉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一拍图片 已经全部 图片的代码 已经全部显示到这了 那我们两种方法 一种简单的呢 就是把这个SRC 也就是图片地址 然后做一个复制 复制以后在新的地方打开 那这是第一张 然后我们存的时候 图片里存为 然后找到我们的 Imagic文件夹 然后把它写成01 因为这是第一张 写成01 然后直接覆盖 好,是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图片 一张一张往下覆盖 按照数据 数据不要乱来就可以了 好,这是一种方法 特别简单 另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每一个class后面 就是每一张图片后面 都有一个固定的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一个固定的标签 那么这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手脚 就是说把这个代码给它复制下来 先观察一下 是有 都有一个一样的class 第一个有个date 注意一下 复制一下 好,我们复制 这个地方是 它的上一个标签 然后点右键 然后copy 这有个copy element 然后把它复制上 然后在桌面或者其他位置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起一个名字 但是要把它后缀改掉 后缀改成a.html 然后把后面的txt去掉 好 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 比方说记事本 或者是别的打开 打开把刚才复制的代码 代码然后粘贴到这 先保重一下 我们好像第一行 看一下 好 我们这公共的呢 就是说每一个Imagic的前面 就是每一个Imagic的前面 都有这个字符 这一块 这基本上都是有的 出来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单列一会处理一下 好 我们发现了这个 第一个呢 我们删掉吧 就是说每一个Imagic的前面 都让它有这个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删掉 因为它第一行特殊 看一下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无所谓 就是我们保证每一个图片 就是Imagic开头 都有这个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替换 好 这交个小技巧吧 你们会也行 不会也行 就是说 你如果想看得特别清楚的话 你可以再让它这个Imagic开头做一个回车 就是说一出现这个标记 就让它回车 这可以做一个替换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Ctrl F 它是Imagic 好 我们再把它粘贴一下 还是这个 然后在前面 加一个回车 回车符 然后这个地方注意 点一下这个使用正座表达式 然后一个斜杠 斜杠R 斜杠N 斜杠 好 现在全部替换 好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每一张图片 它就成了单独的一行 我们看一下 他们每一张图片 前面都有一个标记 就是这个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最后就是结尾有这个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再复制一下 然后做一个替换 这个替换的时候呢 也一样 首先注意啊 也用那个正座表达式 首先让它 不了 这直接回车一下 BR就是回车 然后再加一个HR 就是一个 这两个车吧 这样吧 再加一个BR吧 为了清晰起见 就是说我们 见到这个标签以后 首先换好 然后加一个水平线 再换好 然后全部替换 再换好 现在替换完了 保存一下 你如果这种你觉得麻烦 你就直接去哪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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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领存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好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完了处理完了之后把这个打开 好打开以后我们发现了就是每一张图片都用那个水平线隔开了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另存就可以了 好这是你这是这还是第一张啊 我们直接覆盖 所以已经重过了刚才好找水平线 好第二张 第三张 看一下有没有快捷键啊那就压S吧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你发现了没有它是一个动图动图呢一般就是drf格式的那么保存的时候注意一下它和前面的这笔记不一样可能后面的代码里需要改这一块一会我再教大家改好先从就行了 然后右键然后压S就可以了 然后好这是应该是你几了 然后一下子一说话忘了 这一二三四五了 这是零五了 好 这是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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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零五 好 这是零五 这是零五 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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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七 零七 零五 零七刚才可能應該少了一点 那再重一下 这是零八 零六 零九 当然你觉得如果每次点这个确认 确认那个麻烦的话 你可以先去把这些前面的给删掉 比如说我们现在复制到09了 我们把010刀一直到最后一张 先把它删了 不然每次那个都麻烦了 我就这么存吧 反正大家存的时候一定要定清楚 11找横线就可以 12 13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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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4 17 20 18 18 20 18 20 嗯,好,没有了,一共是26张 好,我们图片保存完了 就是这种图片多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处理一下 刚才说了,你也可以截图 也可以在这复制直接保存完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如果你知道PS切片或者其他一些方法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网上百度学一下 那种方法也可以 就是把这个网页整体那个图片保存下来 然后把它切片就可以了 这也是比较快的,P处理的话 好,我们现在截完了再看一下代码 我们刚才截了一些代码 就是说这已经改过了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没有动图是JPG的话 你就把它原改成JPG 因为这个正好前面改过 然后已经改成了JRF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格式不一样 或者是偏NJ或者是偏他格式的话 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把它把后缀给改过来 后缀不一定全是JPG 包括那个淘宝利和或者是其他地方拿来的图片 后缀都不一定是JPG 然后你后缀一改就行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发现了我们是26张图片 这儿呢是22张 那么我们需要加4张过来 然后直接复制 好,把它后面的紧张加上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 名称 主图 价格自己改就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加了一个高亮 这是图片 都成了吸尘器 这个地方有个订单系统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 还是图片 一个往下 最后一张我记得是 好,最后一张是这张 好像没什么问题 好,下面呢是这个咨询热线 然后我们往下看 现在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第10项呢已经改完了 好,我们看11项 11项是这个订单系统 这订单系统你用的什么订单系统 然后把这的订单系统的代码和高度一调节 然后放到这就行了 没什么技巧 直接放自己订单系统的代码 包括后面这个地方也一样 一样的代码 订单系统的代码放进去就行了 放进去它就会 那个地方就会出现 再没什么技巧 好,这是11 好,我们找到12 12是这里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要修改4个电话号码 那么哪四个呢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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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四个电话号码呢 改成自己的 这一个也是很简单 就是把四个电话改成自己的 好,完了,没事了 好,第12项改完了 好,第13项 找到13 这儿,订单系统和前面的一样 这个把你订单系统代码插到这 十三完了 十四 十四呢 这里一修改的是版权 或者文件的信息 就是开户上给你的版权信息 如果你是自己的户的话 这个一填就行了 包括地址 填到这儿 就把这些汉字改掉 改的时候注意一下 不要把这些标签 html的标签给删掉了 注意一下这些就行 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第15项 商墙信息一定要改掉 商墙要改成自己的 自己的商墙代码 在百度商墙的后台软件里面去找 找到了 然后把它粘贴到这儿就行了 也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特别简单 商墙的代码粘贴到这儿 这开始和结束都给你写了 就是这个script 开始这儿结束 商墙的代码 这第15项 好,16项和17项就更简单了 就是两个电话号码 改成自己的 这两个 这个冒号呢 就要注意不要删掉了 这是电话 这是那个短信 不要上枪了 把这两个电话号码一改 好,整个网页就完成了 我们改一下看 随便输的 这要改了的话 看不出来 我们的上面还有一个地方要改了 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号码了 我这是万出的 好,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看这儿的电话号码已经变了 大家注意一下 电话号码变了 然后下面短信订购 还有电话咨询的号码应该也是变了 这个一定没什么问题 变了之后 这个网页就已经做完了 主要就是个复制粘贴 和那个保存图片的过程 好,这个课程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